大家好 欢迎来到零度爱 印度是全世界公认的 重男轻女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甚至有传闻称 在印度辱骂一个男人最恶毒的话就是 希望你生个女儿 邻居中国也是重男轻女比较严重的国家 这些年里城市里有一些改善 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喜欢女孩了呢 还得感谢高王的房价 还有中共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造成男多女少 女孩成了稀缺品 接着说印度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 却出现了一个授权印度民众 推崇的女人英迪拉甘地 英迪拉是印度第一位女总理 同样也是目前为止印度唯一的女总理 在她执政的16年间 印度的经济 军事 工业 农业 水平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英迪拉被枪杀身亡后 印度人民还将她奉为印度国母 英迪拉于1917年11月19日 来自政治世家尼赫鲁家族 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 英迪拉的祖父摩迪拉尼赫鲁 曾担任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主席一职 该党在后来成为了印度的执政党 英迪拉的父亲 身份更是不简单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印度开国总理 受家庭氛围的影响 英迪拉从小就展现出了对政治的兴趣与才华 都说虎父无权女 英迪拉凭借自身出色的能力 很快就在党内担任起重要职务 1959年 英迪拉当选为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 同时兼任总理的幕僚长 此后 英迪拉陪同尼赫鲁访问各国 并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会议 这段时期 英迪拉不仅全面提升了个人能力 在印度的影响力和国民好感度 也在不断增强 1966年 尼赫鲁逝事两年后 英迪拉在印度国民大会 党主席卡玛拉奇的利剑之下 参加了总理选举 最终 英迪拉以355票对169票的巨大票数差 利亚德塞 当选为印度第三任总理 英迪拉不仅是继班达拉奈克夫人后 全球第二位女性总理 她还两次当选 执政时间长达16年之久 英迪拉之所以能在政界长盛不衰 从她铁娘子这个称号就能察觉端倪 传统印度女性形象 往往是温柔 顺从 热显悲情 但英迪拉完全不同 她雷厉风行 杀法果决 拥有出众的判断力和决策力 她的这些特质 在印巴战争中 展露无遗 除了对外的外交 军事行动之外 英迪拉在印度国内的改革也非常成功 1967到1968年 英迪拉率先在国内展开绿色革命 该行动旨在利用先进技术和优良古物品种 提高农作物产量 通过绿色革命 印度直接解决了国内粮食紧缺的问题 甚至转变为粮食出口国 此外 英迪拉还一直积极推动印度的工业科技发展 比如在英迪拉任期内 印度成功进行了代号为微小的佛祖和试验 成为全球第六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英迪拉执政期 印度的工农业水平大幅提升 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最关键的是 印度的军事力量显著增强 连带着国际地位也有所提升 然而就像他铁娘子这个称号一样 英迪拉身上强硬 冷酷的一面 也非常突出 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人口压力一直非常严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英迪拉政府在七十年代修改宪法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强制性节育 相较于其他国家赏罚并行 宣传为主的方式 英迪拉的做法十分粗暴 他在一个月内便派人强行给 四百万名育林男子做了绝育手术 期间还有不少人因低劣的医疗水平 而死在了手术台上 英迪拉的劫育政策 引发了印度民众的强烈不满 还有人怒斥他是印度毒妇 不过强制性劫育 并非英迪拉最大的政治失误 他在第二次任期内 对希克人的暴力镇压 不仅让他遭到国内外的一致指责 还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在这里需要先介绍一下希克人 希克人占印度总人口的2% 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少数民族 希克族并非是因血缘 地缘或文化而形成的 而是一个因信仰希克教 而形成的宗教种族 希克教提倡团结互助 保护弱小 正直勇敢 据说如果有一个希克人 在街边打架 那么附近的其他希克人 都会冲上前支援 与此同时希克教教规要求 所有族人必须身配短剑 随时准备战斗 源于这样的信仰 希克人普遍骁勇善战 是印度最主要最优质的兵员之一 不仅如此 希克族讲求男女平等 婚姻神圣 甚至明令禁止女性戴免杀 邮局深归等情况 很显然 希克人在印度的大环境中 完全格格不入 希克人自己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早在17世纪 希克人就提出了 想要脱离印度 建立哈利斯坦独立国家的想法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领袖来说 国家内部的一个地区 一个少数民族想要独立建国 都是很大逆不道的事情 所以自英迪拉上位后 他曾多次和希克人谈判 试图让他们放弃独立的念头 可惜一直没能成功 1983年 希克人再一次公开要求自治 并与印度教徒频繁发生冲突 众所周知 印度教是印度的国家 覆盖了全国80%以上的人口 而当时正临印度换届选举前夕 英迪拉为了争取印度教徒的支持 最终选择镇压希克族 1984年6月3日 希克教正在圣地金庙 举办一场大规模朝拜活动 英迪拉趁其不备 指派大量军队攻进金庙 展开全面镇压 行动中 646名希克人惨遭杀害 4712人被逮捕 此次暴力镇压希克人的行动 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 英迪拉遭到了国内外人道主义者的强烈指责 希克人更是公开表示 该行动是英迪拉政府对希克教圣地的亵渎 以及对希克人的屠杀 其中还有不少激进分子 对英迪拉发出了死亡威胁 为了保障英迪拉的安全 总理府的安全顾问 紧急加强了英迪拉的警卫部署 并建议英迪拉换掉身边的希克族人员 但英迪拉相信 跟随自己多年的工作人员 不会背叛自己 所以选择了拒绝 而事实证明 英迪拉真的低估了希克人的种族团结性 以及他们有仇必保的战事思维 1984年10月31日 英迪拉正独自在总理府处理事务 他身边的两个希克族警卫 利用职务之便 闯入房间疯狂开枪 英迪拉身中16枪 当即身亡 终年67岁 尽管英迪拉在16年的执政生涯中 推行过不少错误的强硬政策 但那些阴霾 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散 现在 更多人提起英迪拉 记得的都是他对印度的建树 以及他那说伊伯尔的铁娘子形象 现在的中国何尝不是 毛腊肉饿死那么多中国人 可依然挡不住很多人对他的敬仰 崇拜 何其相似 何其悲哀 你们说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